温宏,1968年出生于香港,以亚洲小姐冠军出道进入娱乐圈,早前与沈殿霞一起在《富贵渊家》中饰演一对母女,而广受观众关注,先后出演了《大唐双龙传》、《春光灿烂珠八戒》、《寄宫活佛》等神话古装剧,都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。 对于温宏的事业,可以说是顺风顺水,然而她的感情生活就没有那么顺利了,早前的温宏因为长得漂亮清纯,不少富豪都追求过她,甚至为了她一出手就是豪宅别墅,然而并没有一个想要将温宏娶回家。 只得一提的是03年温宏与一个富商相视不到8个月便结婚,这段恋情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但这爱情爱得快去得也快,网络上不少人说是因为有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感情破裂。 然而婚姻的失败并没有让温宏失去希望,在温宏39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他三岁的刘冠婷,两人结婚后从未出现过不和,丈夫刘冠妍更是将妻子宠成公主。 说到温宏的老公,背景财力可谓是雄厚,美籍华裔,是百体集团,一面传媒的CEO,著名的健康素生专家,而且在健康产业,网络科技都有涉及,甚至是娱乐传媒也大有作为,年轻有味,难怪温宏婚后一直很低调,实时不公开。 温宏这才是遇见了爱情的模样,结婚后的温宏慢慢淡出了娱乐圈,先少出来演戏,相夫教子,平淡且幸福,活成了大家羡慕的模样。 赵川曾经也说过在爱情里边,平平淡淡才是真。 对于感情,很少人能够真正看透,最近喜欢上赵川主持的《现在就告白》,里边有很多的感情故事深入人心,很贴近现实,令人感触颇多。 爱情这东西没有人能够真正看透,所以当你遇到爱情的时候,要学会好好珍惜。 很多人都说女生是没有爱情的,谁对她好就跟谁走,有时候还真的没办法反驳。 如今51岁的温宏越活越年轻,而且11岁的女儿小水晶也长大了,遗传了父母的好基因,更重要的是温宏遇到了真爱,被老公独宠11年,身材颜值完全不输给当红女明星杨幂。